喂喂喂 大家好 晚上好 听到讲话吗 听到讲话吗 听到是吧 能看到画板吗 声音清晰吧 喂喂喂 声音清晰不 好 OK OK 我们开始今晚讲课 后边的同盟赶快进课室了 点击就可以了 最近因为您这个国庆和中秋 那么再过两天就是中秋国庆了 所以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忙 尽管如此还是不想中断这个 日常的这个大课的安排 今天晚上抽了晚上的时间 尽管跟大伙讲讲六摇的实例 明天晚上我看看能不能再抽出手机时间 想讲风水或是八字的 很难讲 因为就每天的时间都不固定 没办法安排到的话也没办法 那么今年的假期是一号到八号 对吧 那么这八天都放假了 然后的话呢 就不安排任何的大课了 到了九号这个正常上班之后 再做具体的安排 但是的话呢 跟往常一样 所有的个人答疑 在任何的节假日都不暂停的 都可以照常进行 就是你们休息 我是不休息的 好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讲几个实例 其中有一些的案例 是在中和课讲过 比如说现在第一个的案例 还有一个风水的案例 风水案例在这个风水课讲过 毕竟的话呢 中和课听的同门 有资格听的同门 不多 毕竟那是三项传报同门才能听课的 然后的话呢 这个风水课呢 也是只有风水的同门才能听课 但是都先受到一些卦象的分析 我觉得还是蛮有这个分析的价值的 所以我也搬过来让这个六摇的同门 重新再讲一遍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的例子呢 就是我们看话题啊 这是一位朋友的这个孩儿 刚刚出生的孩儿 出生才六个月不够 那么就意外去世了 那么可以想象啊 父母肯定是非常的伤心 也很难想得开 于是呢 这个他就通过朋友来介绍来找我 想知道内在的原因 当然了这是通过卦象来分析的 同时的话呢 也通过他们的八字分析 所以中和课 这是中和课的里面的讲解的一个部分内容之一 那么我们单单从卦象去看 我们从卦象去看呢 这个问题 就是婴儿意外去世的原因 当然这卦是我帮他们摇的 因为他们问我 这个孩子意外去世是什么原因啊 是吧 毕竟可能原因很多嘛 有科学解释的 有科学不能解释的 那么这个各种原因都有 是吧 那么 所以呢 我就带入他们起了一卦 就是这一卦象 那么这一卦象其实是蛮到位的啊 从卦象的一个动罩来看是非常到位 尽管呢 不是他们摇 但是他们有求于我 我带入他们摇是可以的 那么这叫做附身卦 也叫附体卦 那么这个卦象呢 呃显现出这个婴儿去世的原因 呃 还有一个比较相似的 我看看有空的时候再拿出来 那就是呢 呃 是北京的一位同门的朋友 他那个小女儿 九岁了 突然之间发高烧 烧了两天在医院 就去世了 啊 那么呃 他们父母也是伤心欲绝 所以呢 到处找人 呃 问这个原因 问那个原因啊 所以呢 这个也是很好理 也能理解啊 那么 当时我也帮这个人摇了一挂 啊 跟这个同门分析了一下 那么 呃 说实话的啊 任何的 际遇 都应该存在深层的原因 不管这个际遇 呃 它是什么形式发生的啊 啊 啊 你是疏忽大义也好 你是无意也好 你是故意也好 啊 无论是什么形式发生的 它 肯定有内在深层的原因 当然呢 表象的原因就是我们能够表面上认知的原因 啊 但是呢 表面认知的原因 和内在深层的原因 可能不是一回事 哎 我跟大伙说一个故事 而且不叫故事 这是真实的事情 有部分同门是知道的 我以前没有讲过 不知道啊 好像也讲过 就是呢 我爱人的姐姐 啊 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 有一天呢 他带着孙子 过马路 啊 然后的话呢 刚好前面有辆车开了出来 一个小巷子 那么 他为了躲这辆车 啊 这样车行走的很慢啊 他就要着后边走啊 啊 因为你迎着车子走的话 怕影响车子嘛 他就带着孙子要着后后边走 啊 这个车子是要过去了 结果一踏进那个银行道 突然一棵树倒下来了 而且那个树是 一本上 是一个人是围不住的啊 可能两个人才围得住一棵树 一棵树 啊 那么小孙子们呢 因为 孩子小吧 啊 然后反应也特别坏啊 啊 赶快就溜开了 但是呢 他就溜不开了 结果一刻书就砸中砸中他的腰 啊 但呢这是属于城市原理的责任啊 后来 呃 经过治疗啊 鉴定啊 治疗费花了十几万 赔偿赔了十几万 啊 那么 但是呢 但是呢 落下了很很严重的 比较比较严重的一些后遗症啊 啊 那么当时的话呢 即使从客观原因来讲 呃 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呢 这个树有问题了 啊 这个树 树根出问题了 然后的话呢 就一倒一倒下 刚好彩啊 啊 那么巧 他刚好从树边走过 于是就砸中他 啊 这就是 属于 怎么说呢 啊 就是你不好运气呗 啊 刚刚那么巧是吧 那么呢 那边城市的人呢 因为有爱人的 那边的 呢 星期呢 大部分都是在农村乡下 那么呢 那边的人呢 比较 迷信一些神婆 出了什么突发意外啊 总是喜欢去看去问神婆 结果呢 他当时 他立刻送去医院了 他的儿子 和他的 这个 妹妹 同时去问神婆 而且是两个不同的神婆 不同地方的 结果 回来的答案是一样的 这个答案是比较毛骨鼠羊的啊 就是说呢 有一只 呃 叫做 呃 什么 吊死鬼吧 他们说是 他们叫做吊死鬼 然后呢 故意勾他的魂过去 啊 让这个树砸中他 然后的话呢 让他替他 作为替身 当然这种说法的话呢 是科学上肯定是说到一派啊 这个是一派苦言 我们也只是 呃 旁听啊 不发表意见 但是很巧 为什么两个神婆 在不同地方的神婆 他居然 得出的 答案 是一样的呢 这个是蛮神奇的 啊 那么姑且吧 这是一种深层原因 就是说呢 他深层的原因 和我们看到表象的原因 可能不是一回事 那么就像这个婴儿去世 意外去世一样 啊 那么如果说 从客观的原因 像这个卦啊 我跟大伙说一说 先卦先报一报啊 游月的己丑日 啊 游月的宜丑日啊 这个卦象是昆为地 编出一个封地关 啊 卦象里面呢 呃 受到日冲的初遥兄弟未土 啊 被丑日冲 但是呢 在游月占卦 修求的 所以呢他叫日破 那么日破我们就算他不动了啊 我们就看冥冻呢 冥冻有两个谣 就是五谣的七财害水 变出父母是火 六谣的子孙有金 变出官鬼卯木 像这样的问题 啊 问婴儿意外去世的原因 那么我们往往都会抓住 这个 啊 呃 克用神的元素 对吧 啊 特别是克用神的动造 那么 就代表他的原因 啊 因为所有的原因 啊 卦象 整个卦象都是回答原因的 所以呢 动造肯定是重中之重 在任何的分析层面 动造都是重中之重 啊 不管是集中前面 还是分析应期 还是分析细节 还是对鬼 啊 那么 都是重中之重来的 啊 所以呢 咱们也和六谣有句话 动必有因 啊 动摇整在了整个卦象的灵魂 啊 啊 那么按照正常情况看的话呢 我们说 这样这样的卦啊 啊 就看动造有没有克用神 或者 动造 的用神有没有变出回头克的啊 啊 那个克他的 这个元素就是原因了 或者 从卦翼上看 卦翼上看 这个用神发动 它变出的啊 比如说变鬼啊 变出的鬼 就是原因了 啊 或者跟这个用神 连动的 相关的动摇变摇 也是原因 啊 那么我们说原因嘛 如果说不好的原因 肯定是鬼相关的 是吧 所以呢 往往会考虑动造去 啊 有没有鬼摇在中间 啊 带来动变 或者呢 整个动造是趋向鬼摇 鬼摇代表不好的 那一个方向嘛 啊 那么他的原因在哪啊 就是我想知道他原因 那么看动造没有生鬼 是吧 所以呢 像这样的瓜的话 我们看到有两个分析点 一个是子孙尤金变出 官鬼卯木 这个就子孙变鬼 是吧 这个就可以看作是其中一个 啊 孩子不利的相 另外一个 我们追究他不利的原因 那么 我们可以通过动造生鬼的 那个思路去 比如说 这瓜里面子孙尤金 是吧 然后呢 发动生这个积材害水 啊 然后呢 这个油金生 这个害水 然后呢 子孙生积材 生官鬼 你看这个官鬼卯木就代表 他的原因了 两个思路都可以 那其实两个思路差不多 得出答案也是差不多 如果从物理方面去解释 首先我们看到子孙尤金变出官鬼卯木 这个就是孩子出现问题 然后不幸去世的一个象 对吧 子孙变鬼 就是孩子去世了 这个是很惊喜的 然后的话呢 大伙呢 在听课过程中可以发言 或者是什么 我不一定回答啊 但是起码告诉我 这个直播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子孙尤金变出官鬼卯木 就是孩子去世的一个象 那么他什么原因去世呢 我们看到这个子孙尤金 他是戴産骨的 我们知道六摇的産骨代表什么 産骨代表气管 对吧 我们都知道産骨代表气管 他在六摇 就是喉咙上面的气管 或者鼻子鼻咽上面的气管 然后子孙是戴金摇的 金摇的话呢 代表什么呢 金摇代表呼吸道 是吧 金摇代産骨就是呼吸道里面的气管 那么孩子因为在呼吸道的气管 出现问题了 所以他就变出万鬼卯木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子孙尤金 他带的什么信息 比如说带降星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带路神 那么估计在饮食过程中 这个气管被噎住了 被呛住了 带再煞 这是短期性的 带天使 那么天使代表吃东西 代表这个享受 那么他可能在这个 享受他的这个食物的时候 出现这样 意外出现这样的问题 卯木也是这样解释 还是跟路神跟灾杀 跟这个相关的 那么也就是说 孩子去世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他在吃东西的时候 这个气管意外的 给呛住了 然后堵塞了 影响他的呼吸 所以呢 这个卯木被跃破了 木摇带旋舞就代表呼吸 对吧 木是代表气嘛 我们说兄弟为风气 这些就是细节的取向 那么孩子 因为受到这个气管的呛住 一下子就憋气了 那么 窒息了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他窒息呢 那么就看他的动摇 对吧 这个子孙油精跟什么联动啊 跟七材害水联动 而七材害水是什么呢 我们会看到七材害水 代表带阳刃 带马兴 水带马兴 那么可以代表什么呀 阳刃水带马兴 大家可以取取这个像 阳刃水带马兴代表什么 阳刃代表工具 然后在工具里面装着水 这水是流动的 那么 然后的话呢 这个七材害水又变出父母嗜火 父母嗜火带贵人心 父母身份带贵人 那么这个应该是他的父母了 对吧 他的父母拿着这个带着水的工具 是不是代表这个他们的长辈 或者他父母啊他长辈 拿着奶瓶 因为牛子的食物嘛 半岁估计还是死牛子 可能拿着一些牛子的食物的瓶 正在喂他 但是为什么带白虎呢 就是 可能就是这个父母嗜火这个贵人心带白虎 也可能是七材害水这个阳刃带白虎 都有可能 如果是父母嗜火带白虎 就说明这个 他的父母分心了 疏忽大意了 那么造成呢 假设是奶瓶啊 可能举的过高或过低 过低大不了吸不着吧 过高可能就麻烦了 那个奶瓶的那个 奶呢他会 汹涌的 呛到红龙里面去 就很容易呛奶 也包括了 可能性就是说七材害水这个阳刃带白虎 白虎代表一种就是障碍 或是损坏 可能奶瓶的奶嘴坏掉了 一下子这个奶就失控了 就倒出去了 所以呢 白虎 这三不易讲白虎代表粗鲁 也就是说 他这个他父母可能未来的时候太粗鲁了 一下子就举得太高 对吧 可能奶瓶本身的奶嘴也有问题 那么这个综合性的意外造成孩子呛奶 一呛奶就造成直吸 一直吸就 啊 抢救不及时就这样去了 确实很可惜啊 事实上他孩子就是因为呛奶 而造成这个气管直吸去世了 所以在这里面呢 不排除有几方面原因 可能大人的疏忽大义 也有可能这个本身奶瓶奶嘴 某些出现那些老坏啊 啊 啊 损坏啊 那么造成这些问题 啊 那么这是物理上的原因 我们所认知的客观的原因 那么深层原因呢 啊 那么深层原因的话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当然了如果啊 你单单从卦上看 我们可能只能解释他的一个 啊 物理原因 表象原因 但是如果再分析他们的八字 可能就会找到深层的原因 那么假设我们从深层原因去看这个问题 啊 白虎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负能量 对吧 啊 因为像我们佛家说的 佛家说里面不讲过吗 是吧 人有这个身上有裂障 有福德 好 裂障是负能量啊 福德是正能量 好 那么这些裂障 它慢慢形成就会牵扯 相关的人造成不利 所以呢 这里面的五摇七柴害水 应该是这个属于 这个家族里面的啊 或是这个家庭里面的一种业障信息 那么他业障信息到时候 他会牵扯谁呢 他不会牵扯两 两种人 一种人 因为他直接只有两 只跟两个摇相关 好 那么这个器材发动 他变出的变摇是谁啊 父母是火 是吧 首先第一个他可能跟父母是火相关 牵扯到父母是火 第二个 他牵扯到另外一个动摇 金生水嘛 于是牵扯到子孙人物金 也就是说 这种家庭的业障 它可能会造成孩子的不利 或造成大人的不利 那么姑且我们把父母是火带贵人心看作是 他的父母 当然呢 孩子刚刚出生啊 你说他 为这个家庭带来业障 估计也没什么时间 是吧 半年时间里不可能带来什么大业障 而更多的情况可能跟他父母相关 因为他的父母是火呢 跟这个代表这个业障信息的七材害水 他是表现出一个相关性对吧 相冲就相关了 相和也就相关 第二个这个父母是火 他父母 对这个家庭形成的业障的话呢 可以积累很久 所以我们看到了电瑶的父母是火 跟月令的尤金 跟日令的仇土 他构成一个山河 但是细节层面山河 他只告诉说这个父母是火 造成的业障 是经过很长时间积累 而七材害水寻空 就代表什么说呢 就过去现状未来的一个像 就是他没发作嘛 你一发作起来 他就吸 吸谁啊 吸父母是火 吸这个子孙友情 然后呢 金生水 去生这个观鬼 卯木 这观鬼卯木是 跃破的 也可以代表没发生 至于什么方面的业障呢 我们可以通过七材害水 带羊刃 是吧 带马兴 带杰杀 来分析他的一些业障 比如说羊刃可以代表 这个工具啊 车子啊 然后马兴带羊刃 就是 汽车了 叫做工具了 确实呢 他们家的父母 特别是 其中一位 他是长期的在这个 西家行业工作 这是也不是这么巧啊 那么 这个再深入说就不说了啊 因为毕竟呢 这个不好这样指定啊 那么我们只是分析化项 而这个业障它会 如果它要产生的话 到发作的时候 寻空在积累当中 还没到发作的时候 或是积累到登城 就发作了以后呢 放空了 然后又积累又发作 又积累又发作 除非就是说怎么说呢 他们两夫妻 这个跟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交通行业 脱离这交通行业 那么这个就 七财亥水带白骨的这个 羊刃的这个信息 带马兴的信息 这个业障信息可能就 不再反复发作了 只要一天在那 它可能一天都在反复发作 所以为什么寻空 寻空就是说呢 假设已经发作了 像现在已经发作了 对吧 发作出来的 它未来还会再发作 还会再积累 那么它发作出来 它对谁不利啊 那么可能就是第一个 对子孙有金不利 第二个 对父母是否不利 然后的话呢 如果 如果是 怎么讲呢 就是 就像我在综合课里面讲的一样 理论上 这一种的业障信息 家庭业障信息 它都有可能针对大人和小孩 而事实上 如果在当年的发作的 那么它肯定会挑弱者 什么弱者啊 就是你命格里面的弱者 那么综合课的同门听过课就知道了 其实呢 分析了他父亲的八字 他母亲的八字 他那个女孩子 新生儿的八字 但呢 他当时也同时把另外一个大的孩子 八字也给我 其实在四个人里面呢 只有他那个大的孩子 的八字 当年的信息是好的 其他三个都非常糟糕 可以说呢 随便拿一个出来 都有可能出大问题 是这样的八字来的 所以呢 他的那个新生儿 这个子孙尤金呢 他的八字 也是在今年 有一个生命难关 的危机在这里 不单止他 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同样有 哎 这个奇怪 最后印在他的孩子身上 而他的父亲和母亲 现在暂时还没碰到 那么大的问题 但呢 他的父亲的问题的时效 是两年 今年才过第一年 第二年还要碰到 明显的这个三冲一 所以呢 我重点还要帮他布置 怎么样防明年的事情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七才害水会寻空 他还会来 还会发作 至于发生过的 那么 只能说 呃 是他的新生儿 帮大人挡在了 但是这些的话 如果你不是不 从八字来 剖析的话 是剖析不出来的 因为八字里面很明显 他的 自身的榴莲小韵啊 八字圆菊啊 构成的一个组合啊 啊 他当年应该怎么状态 还有另外一个特别 奇怪的原因 啊 这个也是通过八字的 当然从这挂像 还是看不出来 从这挂像只看出来 哎 这个孩子子孙尤金 跟父母生活 哎 这关系蛮好啊 半合啊 啊 这个关系可能不是单单 这辈子的关系 可能 呃 假设有上辈子啊 在上上辈子这样说啊 在这轮回的话呢 可能是之前积累的关系 蛮好 所以不排除 某些的说法 呃 某一些的 心灵学的说法呢 就是说这个 只要 灵魂一产生 他就有自主性 不管这孩子有多大 哪怕这孩子还没出生在 在胎里面 啊 或者是刚刚出生 才一两个月没有自主意识的时候 他已经在另外一个层面有自主意识 啊 啊 他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啊 啊 跟父母互动 这个的话呢 当然我不研究这个 不知道啊 啊 啊 我只是听说有这样说法 而卦象里面呢 比如说转五代子孙尤金呢 不排除有自己的自己的一个想法 啊 但是呢你如果从客观的现实上来讲 呃 你一个半岁的小孩 你让他自己有自己的主啊 的自主意识的想法 呃 这肯定是不科学 对吧 啊 但是从比如说心明学啊 这个灵魂学的角度呢 可能有他的说法 而卦象呢 也不排除有这样的说法 啊 那么为什么子孙尤金带船母变鬼 他说是不是主动变鬼啊 帮他父母挡灾啊 这个我们只能说是有这种可能性吧 那么其实有些航海行业啊 呃 带洋刃也是也是带马兴带洋刃的 他也是代表航海行业 比如说出海捕鱼啊打鱼啊那些 那些其实也算了 那么 为什么带白虎呢 其实可能 这里面有些 或是触放到阴的东西 触放到不干净的东西 或者是杀生太重 这些都是跟白虎相关的啊 当然了具体我没有去问他 也不想问这些东西啊 也不好问啊 那么 这个孩子 啊 刚才讲到了这个孩子的一些自主意识啊 那么我们讲的话呢 起码我们知道 从八字的格局来看 啊 呃 他的父母 父亲母亲和他孩子 这个新的孩子的本身 都有一些大的问题存在 在当中 啊 而且的话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他孩子的八字 和他父亲母亲的八字 居然是无缘的 啊 当然这也是八字信息了 也是八字的知识了 不是六谣知识了 啊 呃 华山八字里面有一个人与人的一个分析啊 啊 那么呢 很明显啊 啊 他们的 他们之间的信息非常明显 这个孩子的八字 居然跟他母亲 跟他父亲 是冲突的非常厉害 啊 啊 那么我们叫做 其实是 没什么缘分 啊 啊 当然客观上就可能显像出 呃 这个不没有缘分 显像出这个孩子出生半年 就意外去世 啊 啊 那假设这个孩子是 一直存活下去的 一直跟这个父母在一块的 估计大家是互相伤害比较多 毕竟那两个八字 呃 他们彼此的八字冲的厉害 都是天冲地冲 天克地冲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啊 啊 然后这一种天冲地冲的彼此无缘 就通过这种意外的方式 这个孩子意外去世 应了他跟母亲的天冲地冲的无缘 他跟父亲的天冲地冲的无缘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呃 懂一个六摇 摇的话呢 再通过八字的信息一个组合分析 可能看到的视觉 分析的深度啊 广度啊 那么可能就不一样 好 那么从卦象本身来讲 我们就抓住了这个动造相关性 来 剖析他们的之间的关系 好 那么这个卦我们讲到这里啊 我们分析下面以后 时间不多啊 好 我们看看这一卦啊 这是第二卦啊 这一卦呢是最近发生的 呃 这是咱们的同门的一个卦象啊 一百万就要他来赔 所以呢 这个其实呢我们说 呃 这个是属于家庭矛盾之后 比较常见的 呃 就是他们个人财产的一个动机的啊 一个举措吧 啊 这件事其实也蛮常见的啊 啊 两个人准备离婚了 结果另外一方偷偷摸摸找个亲戚 是吧 写个戒条 我借你多少钱啊 然后这个钱 呃 是家庭债务来的啊 当然呢 法律上面也没那么好糊弄 对吧 他肯定要有人证啊 物证啊 双方论证啊 对吧 啊 那么无论怎么样啊 这个官司 那我们看看这个卦象啊 卦象啊 卦象是深月的丁游日 卦象折水困 变出一个山水梦 困就现在的一个婚姻的混举了啊 啊 大家婚姻出现一个很严重的危机 然后呢 如果正常要离婚的话 那么大家的家庭资产 那肯定是平分的了 但是可能对方不愿意平分 可能会想拿更多的利益吧 啊 于是的话呢 就突然他的这个 啊 另一方的这个父亲就跳出来 说他儿子就要借给啊 他儿子以家庭的名义 借了他七百万 所以呢 呃 怎么讲呢 啊 我们看这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的话呢 当然也有赢的概率和输的概率 毕竟的话呢 这还要讲证据的啊 证据哪方面证据啊 这个啊 我们不是局内人啊 可能在座的同门里面有些是律师 或者是这方面呃 比较专业的律师 也不妨私下啊 给些建议啊 这位同门 我可以转交转达给他们啊 转达给他啊 就当同门之仪了啊 但这个是志愿了啊 因为我这个不懂啊 我这个不是律师啊 所以呢 我只能看卦 好 而卦象里面呢 呃 我们看到卦里面有三个洞窑 好 那包括了这个 第四窑位的印窑子孙害水 变出父母虚土 胡斗克 五窑的兄弟油金变出子孙子水 六窑的这个父母 魅土变出 啊 这个七柴银木 好 那么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呃 一般来说啊 他问这个官司能不能赢 那官司肯定有对象吧 一般硬摇是官司的对象 但是的话呢 如果把硬摇看作是对方的话 其实是有些条件的 第一个 他如果他是继神的 因为你两个人打官司 肯定是这个对手如敌国了 不用说了 对吧 啊 这肯定是互相冲突的信息 互相对立的信息 虽然啊 这卦里面的硬摇四摇 也可以看作是对立信息 毕竟呢这个是苦雀对应嘛 苦雀的话呢是一个 唯一一个六神组合 是对立的 但是的话呢 不是单单看苦雀就可以了 如果苦雀的同时 呃 适应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相生的 这个是可以看作是对立的 但是我们说呢 如果你看作应摇是代表对手的 啊 他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他可能是继神 这是这是可以的 啊 或是应摇四摇是猪雀百虎 这也可以 但是前提应摇不能是元神 啊 那么除了元神之外 其他都可以看作是对手 为什么不能是元神呢 啊 啊 因为元神如果应摇临元神的话 应摇 就代表他生理的元素 他是对你有利的 啊 这个时候 这个应摇就不一定代表对手 因为他问的是这个官司 而不是问这个对手 只不过一般来讲 可能这类挂都会把应摇看作是对这个官司的对手 但是呢有一类如果是应摇是 啊 四摇的元神 而且发动的话 这个是绝对不能看作是对手的 只能看作是维护自身利益的那一方 一般是律师 像这一挂 你看这个应摇是零子孙泰水 他是跟四摇的七财荧幕是相生的关系 相合的关系 特别是相生 啊 那么去说明呢 这子孙泰水是四摇的元神 而且带子孙摇 我们知道律师代表子孙摇 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代表维护他利益的律师 而整个动造里面呢 其实是围绕着这个律师辩护而产生的 其实整个动造 第四摇位 第五摇位 第六摇位 三个动造都代表了这个官司的所有 包括这个告他的人 啊 包括这个 啊 维护他的人 啊 哪些元素都包括了 啊 那么我们看整个三个元素之间构成的一个动造 啊 我们可以看到了父母 畏土 他是可以生兄弟邮金 兄弟邮金又可以生子孙泰水 子孙泰水又可以生七财荧幕 其实呢 他都是一个连环相生链 所以呢 整个动造呢 可以看作是对他的利益有利的一个元素 整个动造链呢 看作是他一个对他有利的元素 而这个有利元素呢 其实 啊 再细化下去就发现很大问题 为什么呢 啊 本身 既然有动造相生 说明他官司有赢的机会 确实的话呢 刚刚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啊 如果从 行外人来觉得 会觉得这个官司应该赢吧 因为没有这回事嘛 他儿子借他父亲七百万 他的老婆都不知道 是吧 本来说这很小问题啊 我这个不是事实的东西 啊 啊 那我基本上会赢吧 但是的话呢 我们说法律 法庭是讲证据的 并不是讲你感情上 我认为这个对就对 认为这个错就错过 是啊 我没干过 啊 那么事实上我没干过 那么肯定就是没这个事 不一定啊 是吧 啊 所以呢 我们讲最关键的 还得看这个法律证据 那最关键还是看这个趋势 而这个趋势其实呢 我看了两眼觉得很不很糟糕 好 因为很简单啊 我们把三个动摇 因为他是短期的官司 虽然也不短期啊 他其实也是中期吧 因为打个官司估计要半年 大半年 好 那么 我们把五用动摇给踢除掉以后 就发现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好 第四摇位的子孙害水 他变出父母虚毒 他回头客 对吧 那么他废掉了 没用了 在急用层面 然后五摇的兄弟由金 变出子孙止水 他是有用动摇 对吧 然后看第六摇位 第六摇位的父母未土 变出器材乙木 他也是回头客 他也废掉了 于是呢 三个洞摇里面 在急用层面 剪掉两个 剩下一个 就剩下了兄弟由金 变出子孙止水 但是的话呢 这个兄弟由金 却是客士摇的继生 那么兄弟由金带贵人 就说明 这个才是真正的对手 也就是说 他胆观式的对手 是兄弟由金 为什么带兄弟啊 这个其实呢 是带有 不是一个人在告的 表面上是他 南方的父亲在告他 实际上这个 是他南方和他南方父亲 一块来合谋告他 所以为什么这个兄弟由金呢 是带宣物的 我相信这里是有毛利的 不然他不会带宣物 但是的话我只是想说啊 没有法律证据 也只是说说而已 法院是看证据的 那么最终的结局趋势怎么回事呢 最终的结局的趋势 就是这个兄弟由金 来刻伤这个士摇的七才荧幕 就说明 这官司真的有可能输掉的 啊 既神 发动来刻士摇 而且的话呢 这还不是 简简单单的既神发动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士摇七才荧幕 在月令 是圣经 在日令是由金 他们本身两个都在同时刻士摇 然后又多了一个兄弟由金 再动造来刻他 而且这个兄弟由金 还是带日令 大伙讲一讲 这一种格局叫什么格局呢 有人讲这是特殊特殊衰败吧 这个也符合特殊衰败 假设特殊衰败和另外一个卦种 比如说摘卦构成重叠的话 你是按摘卦看还是按照特殊衰败看呢 这就一个问题了 我们之前跟大国讲课所反复的讲过 摘卦可以凌驾于任何卦种之上 任何卦理之上 如果摘卦和特殊衰败的组合 这两种的卦理同时存在的话 我凌压按摘卦看 所以呢 我更觉得这个摘卦 确实 如果这个官司输掉 这真的是摘烂 那么只要这个官司一输掉了 那么离婚不离婚 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了 因为你这个家庭已经负债了 你不离婚你就背了七百万 一起来还 就算分割到个人 个人也背了三百多万 说不定那个债务 那个家产分完之后 你还倒贴 你还倒欠债 这就家破财又破了 所以呢 如果输掉官司的话 这个真是一个灾难 对吧 所以呢也有可能 画像通过那么严重的警告 要他重视 因为我跟这位同盟在聊的时候 他好像觉得这个东西不大严重 但其实的话呢 还真的蛮严重 而且的话呢 这位同盟他现在像是广州 他是在广州 然后呢 他爱人在青岛 他已经住了广州的户口 于是的话呢 他对方的父亲就跑到广州来告他 那问题在哪里呢 我大概了解过一下 听他说的一些举措 当时呢 他已经委托这个 这个 青岛的那边利利斯 打这个离婚官司 这个官司正打着 突然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了 当然了明眼人都知道啊 如果没有离婚官司 也不会有这个东西 那么 这东西的话呢 而且的话呢 广州的法院已经立案了 后来我紧急咨询了一下 这个在广州做律师的一些同仁 他们就说 其实广州这类的官司特别多啊 因为这个离婚官司 就是先知道财产的 经常出现一些借债啊 债务 家庭债务的一些官司 特别多 所以法院对这方面呢 是特别特别的严谨 在审查资料的过程中呢 只要你发现这个资料不具备官司的 都会不允许立案的 既然他允许立案了 就说明他们是掌握了一定的法律依据的 所以当时这位同门就让我转告 给这位同门讲 就说要重视 因为的话呢 既然这里的法院已经接案了 立案了 就说明他起码从法律上 他是有依据的 而且的话呢 第二个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呢 我认为就觉得有点不妥的地方 为什么呢 就是当时呢 他对方的父亲过来广州打官司 他请的是广州的律师 广州本地律师 但是呢 这位同门的话呢 还是请回帮他在青岛打官司的 青岛的律师 其实的话呢 我们如果法律界的同门就可能就 比较更加明白了 就是的话呢 其实在哪个地方打官司 最好请哪个地方的律师 虽然说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从效率上来说 那我们说常规效率啊 常规效率来说呢 本地的律师肯定比外地的律师 具有优势 最起码的啊 最起码的啊 需要法院跟律师沟通的事情 你起码随传随道 所以的一般情况啊 都是到哪里打官司 请哪里当地的律师 但我一听到说 你怎么还有请回青岛的律师啊 那么律师的话呢 我就通过这个看一个过 假设我们刚才所分析到的 如果应谣的子孙泰水 他代表了律师 能够帮他过渡的律师的话 这个律师 应该是本地的律师 而事实上他没有请本地的律师 而兄弟由今变出的子孙子水 第一个可以看出细节 对方也请的律师 对吧 第二个也可能说明 这个官司里面 你请的律师只是请了子孙子水 所以造成了 这个官司的一个不利的信息 所以这里的子孙子水的话 有可能是代表双方的律师 从他们的角度 他们请的律师 从我从我们这个挂的 这个士主角度 也可能代表他所所定律师 而他最大的失误 是在于怎么说呢 放弃了这个子孙的汉水这个律师 而这个子孙汉水呢 跟四摇西柴银木是相关的 四摇西柴银木在初摇 所以我认为 这个子孙太水应该代表本地的律师 所以我建议他 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 第一个 这是有可能是构成栽卦 如果这个官司输掉 那么真的是比较麻烦了 但是 从挂相本身的动造来讲 他是有机会打赢的 毕竟动造链是相生的嘛 到我记得有没有在讲义里面 我们不是讲过一个同门 这个母亲 患病 问他是不是恶性肿瘤之类的 他也是整个动造链相生 因为动造链相生 说明他是有机会的 那么既然有机会制 就肯定不是抉症 对吧 像这个冠也是一样的 他重造链相生 就说明他是有机会打赢的 但是只是有机会 但是你在过程中 失误一些某些失误 就会造成问题 而最大失误是在于 可能他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律师 子孙害水 所以我建议他 像这样的重要性那么大的官司 甚至先收到摘挂的信息 我建议他最好请多一个律师 原先的律师继续 再找本地里面再请多一个律师 这样的话提高这个办案的效率 让这个卦象里面的子孙子水和子孙害子 同步显现 这个时候原先就出现 那么就有机会 扭转这个不利局面 当然我们只能说就有机会 毕竟这是个趋势 对吧 而且是一个不利的趋势 甚至摘挂的趋势 我们是人为的这样挖掘出来 当然在这里面 我们说 谋事在人 省事在天 那么我们只能从卦象里面 让他多一个子孙的害水出来 让他作为原先来过渡 而事实上的话呢 因为日月都在刻他 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是比较被动的 就是 这个兄弟尤金作为继神 来刻这个四摇的七材营木 那么尤金可以看作是金可以代表法器 金代文差可以代表证据 那么 也就是说 他们掌握的证据 可能掌握一些他 这个施主不知道的 但是能够打赢官司的证据 所以 一个案件是可以请两个律师的 这个 做律师的同盟已经确认了 不是一个案件只能委托一个律师 一个案件还可以同时委托两个律师 哎呀我肯定要重启这个电脑 糟糕 我看能讲多久啊 朋友要先等一等啊 我电脑也出了一些问题 可能有病毒 喂听到吗 听到吗 喂听到吗 呃现在有可能会重启啊 呃因为 重启的话可能要十分钟以后才能再进来再听 好那么讲课 好 ede